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批消防员到场后发现一家饭店的屋顶上冒出浓烟 他们要求支援更多消防员到场救火 灭火的重点工作是阻止火势沿着房顶蔓延到其他商家 消防员目前已经控制了火势 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路utt発炕逓分为2号 通知火器预告 由5実态د人观影 nanochーフ吹消防员 接着火害 racism主任时 ris生的室ual 消防局表示 目前的救火以及后续的火灾调查工作 仍需要一段时间 因此周围的道路封锁 希望尔湾民众可以避开该区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